台大從來沒有反景到 他的百大學術產業 到底是立即於多少 對這種底層勞動者的剝削上面 今天我們要在這邊說 台大你想盡了學生的勞動成果 如果不承認與學生的過關關係 那才叫做不公不義 台大敗訴 勞實面對 放棄上訴 保障勞權 放棄上訴 保障勞權 就是今年4月的時候 台大公會成立 可是成立之後 台大沒有承認TA和RA 就是這些助理學生們的勞動身份 甚至於在上禮拜的時候 還在法院裡面提到說 所謂這些助理 他們拿到的這些薪資 不是薪資 而是學校給學生的零用錢 勞委會今年有做出訴願決定 承認TA和RA都是勞動身份 但台大居然還對勞委會提告 然後台大並不但沒有 就是履行自己的法律義務 反而透過行政訴訟的權利 來打壓這些學生 不過沒關係 因為在11月7號就是昨天的上午 台北的高等行政法院宣判台大敗訴 那在這邊就是很高興說就是 透過這樣子的行政訴訟我們發現說 其實勞工身份還是有被承認的 就是學生確實就是勞工 其實對這個行政訴訟我們非常的擔心 我們非常的憂慮 那不看好這個行政訴訟 後來我就 我就就是決定就是下祭品 就是認為說 就是如果台大敗訴的話 我就要請150份雞排給全校的學生 來感謝大家對台灣大學公會的支持 謝謝 謝謝你們 欸 同學來拿雞排喔 欸 同學來 同學來拿雞排 同學謝謝你們過來拿雞排喔 你是台大公會 你是台大公會 謝謝 歡迎加入台大公會喔 同學們謝謝你們 第一個要求校長履行法律義務 落實社會責任改善學術產業的條件 第二點要求台大放棄上訴 積極和公會對等的協商 改善勞動規範 第三點 我們要求各大專院校都應該要 就是重視這樣子的判決 改善台灣的學術勞動處境 然後要所有的勞工團結起來 爭取勞動保障 其實過去的大學生活中 我們常看到助教在我們的學習生活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管是改作業出作業 或者是甚至是帶領我們 進行一些學術的思辨的時候 他們扮演的角色 其實和我們過去所認識的老師 都沒有任何的差別 那如果老師可以受到相關法令的保障 我想助教作為 我們這些就是幫助我們學習的人 他們受到法令保障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學校在前半年的時候已經答應 就是學生未來不會再有助學機的始發狀況 但是到今年其實這個狀況依然存在 很多同學九月十月的薪水 一直要到十一月中才拿到 對於就是學生而言的話 這個是一個經濟上非常困難的一個狀況 研究室內的漏規相當多 那最嚴重的包括說 其實就是常常會有教授拿學生的 人口來抱歉 包括說可能有時候教授 要求會比較多就是會凹學生 或者說會扣押學生 就是說他可能學生做完實驗 他可能放他畢業這個問題 我們認為這些問題都是應該被過切改善的 自學期起初的時候 材料系就是跟所上的同學說 就是我們要單方面的刪減助學金 原因是因為就是所上沒有錢 那但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就是如果你去上班的話 就是老闆會跟你講說沒有錢 所以這個月薪水少發一點 或是今年我們就薪水砍一半 這樣對嗎 也是我們學校的通識 通識中心就是發生的事 就是說他們學期初的時候其實有討論 由於學校的經費不夠 所以他們就是很希望就是 如果你是大學生 然後但是你在通識課程擔任助教的話 他們希望可以不要發給他們錢 那這件事情是還在討論 然後後來學校用另外一種方法處理 所以他這件事情沒有爆出來 但我們可以發現的事情是 不管是材料系的事情也好 在通識課的事情上也好 就是校方的思維都一樣 他們認為學生不是勞工 所以就算你幫我勞動 我也可以不用付錢 但我們要講的事情是 這樣的想法是錯的 學生只要有勞動事實 他就是勞工 所以我們需要有工會 然後幫助我們跟學校爭取權益 我們知道這件事情 不是台大一個學校的個案 過去一個禮拜 我們針對違法、違依法提拨 勞保、健保、退休金 發動了具名檢舉的活動 在一個禮拜的期間內 我們就募集到了38位的檢舉人 同時依照這些檢舉人的薪資計算 光是勞保年金的部分 虧損的金額就已經高達700多萬 這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我們在這邊要求 勞委會應該要立刻成立專案小組 立刻開始徹查各大學的違法行為 並且對於違法的大學進行開罰 這其中就包括了 不承認雇傭關係的台灣大學 大學因為他們會認為說自己 就是處境很困難 所以就把這些工作 就直接轉嫁到學生身上 但他又不承認這個東西是勞動事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校方的思考 就是認為說只要給學生一些錢 然後我們把這個拿來當成學習的名義 就可以規避勞動的事實 台大他一直強調說 雇傭關係會親愛校園內的師生關係 我們要說這個手法是錯誤的 而且剛好是相反過來的 只有確立了雇傭關係之後 才可以保障校園內的師生關係 台大他從來沒有反省到 師生關係向來是不對等的 而且這種親密性的敘事 向來是一種對於勞動者的壓迫及剝削 師生關係的想像 從來只有用來拗學生做更多的事情 接受不合理的工時 甚至付出更多不必要 且不被寄薪的情感勞動 從台大提告這件事情 我們就可以看到 師生關係的想像 從來不是用來爭取 學生有更好的勞動條件 他只是用來幫助資方 節省他更多的經費 更有助於資方進行他的管理 這一次看到台大 就是台大那個 就是到老委會 然後被駁回這件事情 其實對我們 其他學校的團員來說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案例 但我們認為台大公會走在前面 其他學校的學生 將來也一定會跟上 將雞排送給 校長 學務長 以及教務長 YES 好,謝謝你的歡迎 好,好 謝謝 又被心靈了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的鸡排送给他们呢 一方面是我们希望能够跟我们学校的一些行政主管们 去分享台大工会能够成立 台大工会能够争取劳权 甚至能够获得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肯定 我们为这样子的事情而喜悦 我们希望分享我们的喜悦 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希望提醒 当今天法院驳回了台大的诉讼 法院判决了台大的败诉 他们吃着我们送过去的鸡排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他们想着这件事情 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正视自己的法律义务 正视自己的社会责任 我们下一次コメージ的 IM researchers 接下来请 bacon 支持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 意见能够 我们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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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再来